有台电视时代剧茶经 日全在花莲文创园区开幕 展出在花创取景等经典场景内容 为了推广花莲特色茶品蜜香红茶 花莲县政府7号上午也借用场地举办了110年 花莲县蜜香红茶评鉴金牌奖计制茶技术竞赛颁奖典礼 选出了6位金牌奖得主 还有5位的制茶技术奖得主 为了推广花莲特色茶品蜜香红茶 花莲县府7日在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第24栋 茶经戏剧经典场景特展区 办理110年度花莲县蜜香红茶评鉴金牌奖 继制茶技术竞赛颁奖典礼 选出了6位金牌奖得主 分别是赤科农员 嘉明茶园 明鹤茶园 东升茶行 吉林茶园以及清风茶行 我们那个农委会茶业感想 我们的本质上就是发展技术 那技术发展出来之后 就是靠我们的茶准领奖发言广大 我们希望透过这次茶经的经典剧 而花莲的回蓝茶经 也这样子行销到国际 其实在这十几二十年当中 我要谢谢所有的茶荣 在非常辛苦而且真的脚踏实地 让我们整个花莲的蜜香红茶 或者其他的茶品 都能够用最健康而且品质最好 然而我想师父礼金你们修行在个人 茶并不是看了就会 看了还需要经验的累积 另外也选出了五位蜜香红茶制茶技术得奖者 分别是深享明茶 赤科黎明农员 瑞穗好茶园 富力九六四驿站以及天心茶园 现场颁证匾额讲座 向得奖茶农表达肯定与鼓励 会后也安排茶经剧场导览 重温早期茶叶发展的历史氛围 汲取茶农精益求精 共同携手让花莲蜜香红茶 不仅是台湾特色茶品 更成为享誉国际的顶级茶饮 记得掌帮叶豪联师报导